第七百七十九章 中书 刚才遇见了不少被这空间复制出来的幻象,都是一些认识的人,然后 林洞有点尴尬地望着眼前的清冷少女,叹了参手,这样的解释道 林青竹看了林洞一眼,然后沾一手微微点了一下,倒是并没有过于计较的意思 你没有遇见过吗 对于他这反应,林洞确实有些疑惑,当即眉头皱了一下,问道 他先前被那些幻象搞得烦不胜烦,虽说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实质的伤害 但那种被熟悉的人突然攻击的感觉,可并不算好 你想多了 林青竹眼光略有些古怪地盯着林洞,而后声音清淡地道 什么 林洞愣了一下,林青竹这突兀间的话,似乎显得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林青竹见到林洞这有些茫然的模样,柳梅倒是忍不住地扬了一下,淡淡地道 这焚天骨葬之中,显然有着阵法的存在,而我们都是被困在了这阵法之中,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阵法 不过这里的很多东西都并非是它自然而生,而是因心而生,虚虚实实,倒是玄妙 您弄眉头缓缓皱起,她也并不笨,听得林青竹此话,心中倒也是开始明白了一些什么 你是说,这些幻想是因为我自己在忽思乱想,所以才会出现的吗 门言,林青竹点了点头,说道 静心宁神,幻想自然不攻自破,你会遇见那些幻想,只是你自己想多了 林栋哑然,她倒是没想到,这些麻烦的东西竟然是源自她自身 如今想想,那第一道幻想的出现,似乎也正是她在担心轻弹他们的时候 嗯,挺诡异的阵法,没想到竟然能够做到这一步 林栋沉吟道 林青竹虽然说得很简单,但真正能够做到心境如水的人又能有多少 就连以林栋的性子在进入这里后都是遭了道,更何况其他人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有着林青竹这般清冷如冰的性格 这阵法的幻想只是一重阻拦而已 这片空间中弥漫着那种奇特的燥热之力 这种气息一旦侵入身体,会影响人神志,从而令人失控发狂 林青竹说到此处,倒是有些奇怪地看了林栋一眼 因为后者似乎看起来,并没有受到那种燥热之力的影响 林栋摊了摊手,因为有着吞噬祖父的护体 那所谓的燥热之力,在一进入他身体便是会被吞噬 所以一路而来,他倒是并没有在这上面有些困扰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究竟是幻境还是真实存在的 林栋脚长倾踏了踏赤红的地面,阳西吕沉烟,问道 这便是这个阵法的奇异之处啊,令人无法分辨真实与虚幻 林青竹微微摇头,他同样是在这里撞有了一些时间 不过也暂时并没有脱身的办法 不管什么阵法,总归是有着中枢所在 若是能够走到那里,显来应该会有着破解阵法的法子 林栋抬起头,目光微眯地望着前方,说道 这里的空间都是扭曲的,你能找到中枢位置 林青竹柳眉微皱,他同样是知道这一点 不过这片空间也被阵法所扭曲 若是胡乱寻找的话,只会永久地陷入其中,难以脱身 应该可以,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可以和我一起走 能够在这里遇见也是一种缘分 林栋笑了笑,然后便是抬脚对着远处而去 这片空间的方位虽然被阵法所屏蔽 但凭借着体内的石斧,他确实能够感觉到 某一个方向,隐隐地,有着极为晦涩的波动散发出来 林青竹望着林栋的背影,略微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跟了上去 这空间略显诡异 若是有办法脱身的话,他自然也不想放弃 只是,这样的跟着林栋,让他略微的有些不太自然 两人行走在赤红的大地上,倒是没有太多话语交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人的关系实在是有点复杂 而这种复杂程度,显然也是让得两人不可能将对方视为正常朋友来对待 而这种略显沉默的气氛,在两人之间足足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 林栋在前掩路,依靠着体内的石浮 不断地感应着这诡异空间之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隐晦波动 而林青竹则是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 只是偶尔间一动的视线,会飘向前方那道销售背影 五年时间让的后者似乎变化了不少 林郎天现在怎么样了 沉默了许久,林青竹突然出声道 林栋的脚步顿了一下,拼过头来,但笑道 怎么问起他来了 林青竹没有回答,只是轻谋盯着林栋 他只是想起五年前,在那大阎王朝的古墓中 林郎天在面对着林栋时的那种居高临下以及默然 当时的他或许并没有想象过 五年后的今天,他所藐视的那个孱弱的少年,确实达到了这种程度 他跟我一同参加了百朝大战 不过在百朝山顶的时候被我杀了 林栋声音平淡地道 他以前算是你心中将会超越的目标吧 你很执着 认定的目标就一定会将其超越 或许当年山顶分别之后,我也成为了你的目标吧 真不知道该是感到荣幸,还是不安 林青竹声音轻缓地道 林郎天当年重伤了我爹 与我之间本就是有着仇怨 我和他倒是不同 林栋皱了皱眉,道 当年的我,与你所说的那些话,倒也伤了你那骄傲的自尊心,你就不恨我 林青竹但笑道 那是事实,没有足够的实力过分强调自尊心 不过是突允惹人笑话罢了 而且那时候在你眼中,我想我也的确像个癞蛤蟆 林栋怂了怂肩,道 言不由衷,话里怨气,道是不小 林青竹四也是笑了一下,然后道 我倒不在意你恨不恨我 那些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也依然会那般说 不过,你能在短短五年时间中,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挺佩服你的 在说着这话的时候,林青竹搏纱下的唇线微微扬起 正因为清楚眼前青年那低微的起点 他方才为后者如今的成就而感到惊讶 不然的话,以他的眼光 林栋现在实力虽说不弱 但却还远远达不到让他心愿成福的地步 当然,就算达到了那种地步 或许他也只会一笑置之 类似他这种性质的女人,就如同一座防守的固若金汤的城池 任由他人如何垂险施展手段 但最终还是只能兴兴而去 这种女人或许将会成为男人在这个世界上最难以征服的生物 难得呀,你竟然也会佩服人 林栋眉头仰了一下 他望着林青竹那有着薄纱遮掩的青眉脸颊 嘴上细虑的笑道 心中却是涌上了一抹罕见的快意 能够让得轻傲的林青竹说出这话来 就算性格如他,也是难以做到不动如山 林青竹淡淡一笑 想来聪明的他自然也是能够知道 眼前青年在听见此话时 心头必然有些大男人情绪膨胀起来 所以他也并没有给林栋打折上棍的机会 以默然而对 林栋见状也是笑着收回视线 然后双目微眯地望着前方扭曲的空间 眼神微凝了一下 说道 我们的目的地似乎要到了 听得此话 林青竹脸颊上也是闪过一抹差异之色 台幕望去 只见得在那远处的扭曲空间处 仿佛隐隐间有着一些影子处理 两人步伐加快 大约数分钟后 那些处理的黑影终于是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那是一座相当庞大的巨石祭坛 祭坛之中有着一股古老味道散发而开 想来存在的时间必然不短 这里便是整个空间的忠书所在了 林栋盯着那巨石祭坛轻声道 林青竹毛子也是望向眼前的巨石祭坛 旋即其眼神突然一凝 说道 有人 声音落下 他的目光立刻望向了巨石祭坛的另外一处方向 那里有着细微的脚步声传来 再接着三道身影便是缓步走出 最后出现在了他和林栋的视野之中 真是冤家路窄 当林栋望着那三道熟悉的身影时 眼神也是逐渐的阴沉下来 因为那三个人正是原门三小王 而在林栋发现三人时 那原仓三人显然也是将他所觉察 当即他们的脸庞上 也是略过一抹恶然之色 再接着 一抹森冷以及戏虐 便是缓缓地涌了上来 这个时候的林栋 在他们的眼中 无疑是自投罗网 武栋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武栋乾坤第780章 第780章 确定 原仓三人的身影 缓步自祭坛的另外一处走出 最后再距离林栋 善恨有着一些距离时 停了下来 原仓面色漠然 目光在见到林栋身旁的林青竹时 方才微微波动了一下 不过紧随着 看向林栋的目光 也是越发的阴沉 林栋 看来连老天爷 都不想让你好过呀 这才没有多久 竟然便是直接的 将你送到了我们面前 小雷王雷迁目光愿毒的 盯着林栋 此时他的面色依旧是有些苍白 不过比起之前倒是好了不少 显然也是随身携带着一些 效果极好的疗伤丹药 那小零王灵真 也是目光略显阴旧的 将林栋给盯着 手中折扇 轻轻摇晃 一副来者不善的模样 林栋望着原仓三人 面色同样是略微有些不太好看 显然是没料到 竟然会在这里将他们给遇上 这局势对他而言可并不算好 若是原仓三人联手的话 他也必定会极其的狼狈 你能找到这里来 真是挺让我诧异的 原仓快了看林栋 确实并没有立即动手 反而是淡淡的倒 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抵达这里 正是因为手中掌握着不少 有关焚天骨葬的消息 但原仓确实未曾料到 在他们刚刚抵达这里不久 竟然连林栋也是出现在了这里 这便是控制 这座阵法空间的中枢所在了吧 林栋耸了耸肩 视线看向那座巨石祭坛 道 在打量着这座巨石祭坛时 林栋双目微微须眯了一下 手指忍不住的自手掌心划过 他能够感觉到 体内的石斧 也是在此刻发出了一股奇特的波动 这祭坛 林栋抬起头 视线望向这座祭坛天空 那里的空间仿佛都是呈现赤红的颜色 他的双眼微微闪烁着 仿佛是觉察到了一点什么东西 清主 你还好吧 在林栋打量着这片空间时 那圆仓视线却是转向了一旁的林轻竹 脸庞之上有着一抹温和笑容浮现 他模样虽不及灵真英俊 但却极有味道 笑起来更是让人如沐春风 林轻竹沾手清点 清母也是看了一眼身旁的林栋 然后道 圆仓师兄可是知道我们身处何处 这是坟天骨葬的坟天镇中 乃是骨葬的守护 所有进入骨葬的人都是会陷入这坟天镇中 只是现在这坟天镇上还未启动 不然的话我们也到不了这里 圆仓威吓道 坟天镇 林栋眼神威名 这阵法竟然还没有开启 便是这般厉害了 若是真的启动了 那威力也有多强 如今所有进入坟天骨葬的人 都是被困在了这坟天镇中 清主放心 待会等我控制了阵法 九天太轻功的弟子 应该不会有所伤亡的 圆仓涵吓道 当然 一些不识抬举的东西 恐怕就得在这坟天镇中 化为灰烬了 那雷千宁笑道 听得此话 林栋的面色瞬间便是阴寒下来 他双目阴森的盯着圆仓三人 说道 我道宗弟子出了事 以圆门弟子 恐怕也别想活着走出一抹雨 哼 口气不小 当年周通都没你这么狂 你算什么东西 灵真眼神一寒 冷笑道 没想到这个时候 你还有胆量成嘴微 难道你认为现在的你 还能成凶的资格 圆仓脸庞上 也是有着冷笑浮现 他盯着林栋 嘲弄得道 老大 在这里把这个小子解决了吧 免得多生事多麻烦 雷千宁声道 眼中满是怨毒之意 圆仓眼中寒蒙闪烁 旋即他也是微微点头 现在这时候 正好林栋撞在了他们的手中 算是将其彻底解决的最好机会 见到圆仓点头 那雷千以及灵真眼中 也是有着杀意涌动 旋即身形一动 便是成半圆之状 将林栋所包围 看着模样 竟是要一同出手 迅速地斩杀林栋的意思 林栋望着这一幕 眼神也是微沉 体内原力 尽数地运转起来 以他现在的实力 光是要对付雷千亿人 便是得一番大战 如今三小王同时出手 就算是他信心在足 也知道 这绝对不轻松 圆仓三人身体悬空而立 异常磅礴的原力波动 缓缓地席卷而来 沉重的压迫 笼罩向林栋 林栋袖跑一挥 依据摩尸 便是出现在其身前 这个时候 显然他也是必须地 将诸多手段寄出来 不过就在林栋寄触摩尸 准备与这三小王大干一场时 身后相风浮动 他便是恶然见到 站在身后的林轻竹突然连不轻易而出 然后站在了他的面前 轻竹 你这是何意 那圆仓见到站在林栋面前的林轻竹 眼神瞬间一变 沉声道 圆仓师兄 我能够走到此处 权亏了林栋带路 我欠他一份人情 所以现在你们若是要动手的话 轻竹 怕是不能袖手旁观 林轻竹薄杀轻轻抖动 轻悦的声音 仿佛是连这片天地涌动的造热 都是被压制了下来 那动听的声音传进耳中 就连林栋都是愣了下来 显然是没想到 林轻竹竟然会主动出面 至于那所谓的带路之情 显然并没有太多的说服力 因为在那五年之前 林栋可还欠他一份情呢 圆仓的面色 逐渐地变得异常阴沉下来 其双目的深处 仿佛有着一种雷霆怒火涌动着 林轻竹竟然会出面保林栋 这显然将速来淡漠的他刺激的不轻 林真与雷千也是在此刻 看了圆仓一眼 后者喜欢林轻竹的事 他们都清楚 虽说这些年 两人间并没有什么进展 但圆仓却无疑是已将 林轻竹视为禁篮 而眼下林轻竹 却是要出面保林栋 两人对视了一眼 皆是一声冷笑 他们都知道 林轻竹若是不出面倒还好 这一出面 恐怕圆仓是必杀林栋了 林栋 你就要站在女人的身后吗 圆仓阴沉地盯着林栋 缓缓地倒 林栋眼神有些阴旧 片刻好 他轻吐了一口气 缓步走上 越过林轻竹 望着越过自己的林栋 林轻竹带眉微皱了一下 淡淡地倒 你这五年的魔力 应该比我懂活着的重要 尘一时威风 豪气固然是有了 不过在我看来 却是异常的短视 刚才与你所说的佩服 我怕是要先收回来了 林栋脚步蹲了一下 似是沉默了片刻 然后方才转身 望着那即便是有着薄纱遮掩 但依旧是倾国倾城般的脸颊 吓到 你不是很想知道 为什么我在这五年时间 能够走到这一步吗 很简单 只是在当初时候 并跟自己说过 让女人来救命这种事 一次就够了 另外 我也不喜欢成能 我知道他们三个人的厉害 不过你也应该要知道 现在的我 同样不再是五年之前的 那个孱弱的家伙了 他们想要杀我 代价会昂贵的 他们付不起的 林青竹望着那脸庞上 有着一抹笑容浮现出来的青年 背齿惊惊咬咬嘴唇 当年的少年 卑微而弱小 在面对着当时 他眼中无法抗衡的琳琅天使 选择了一种 让不少人轻视的 忍辱负重 但最终 他却用事实告诉了那些人 笑到最后的人 才是最成功的 当年的林青竹 会突然动了那侧隐之心 放弃斩杀 辱了他清白的少年 并非是因为什么 发现了他拥有着 什么惊人潜力 而更并非是因为 那所谓的怜悯 其中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少年在面对着 那时候无法抗衡的琳琅天使 所展现出来的 一种隐忍 他能够见到 现在林洞的成功 但从他这一句话中 也能够感觉到 这些年的魔力之中 所隐藏的种种心酸 林青竹轻谋微锤 收敛着眼中那复杂的情绪 最终他摇了头 不再多说什么 付不起的代价 你确定你没有发疯 原仓居高临下地望着林洞 冷笑道 然而面对着他的冷笑 林洞却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袖中的双手倾握 修长指尖 两枚灰色的石珠悄然地闪现 一种无法雄云的 隐晦波动悄然地涌动 我确定 你们需要来试一试吗 林洞抬头 笑容灿烂地望着袁苍三人 那笑容之中隐隐间 有着一抹疯狂涌现出来 武动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波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武动乾坤第781章 不有声的世界 听中国的声音 听China.com 听中国 第781章 变故 巨石祭坛之前 四人对视 空气之中 隐隐地 有着一股紧绷的 阴冷寒气流动着 四人的眼中 皆是有着难以掩饰的 沙翼在涌动 你们需要来试一试吗 当袁苍在听得林洞此话时 眼神显然也是 再度地变得阴厉许多 他目光死死地 将林洞给盯着 后者的脸庞上 没有丝毫的恐惧之色 反而是有着一种 疯狂浮现 而这种疯狂 让他袁苍眼瞳 微微缩了一下 现在的他 在面对着林洞时 已是收敛的所有的轻视 他并不喜欢阴沟里翻船 眼前的林洞 虽然表面实力不足为虚 但之前的种种事 已是让着他们明白 若是仅仅 以表面之想来判断林洞的话 恐怕才是真正的蠢货 虽然袁苍并不知道 为何到了这一步 林洞依然还敢与他们硬碰 但隐隐间 他又是觉得 林洞这种针对 似乎并不是在 以软基石 他能这样做 必然是有着一种 他能够倚仗的东西 说不定 他所说的那句昂贵代价 并非只是虚言 袁苍目光闪烁着 他并非是悠有寡断的人 只是清楚林洞的性格的他 也是明白后者 同样不是那种 外强内竿之人 老大 那雷千与林洞望着同样闪烁的原仓 确实愣了一下 显然是没想到 后者竟然会为林洞一句话而驻足 老大 这小子就算能耐再大 难道还能与我三人抗衡不成 可别被他唬住了 雷千声音阴沉的道 林真目光微闪 他看了林洞一眼 却是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清楚袁苍的性格 若是没有什么忌惮的话 必然不会被林洞所吓住 我先操控阵法 袁苍的视线缓缓地 从林洞身上收回 淡淡的道 雷千文言顿时一急 就与说话 袁苍却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沉声道 急什么 等我们将这阵法操控了 他还能逃出去 雷千稍等一会儿吧 老大说的才是万全之举 等会儿你要怎么处置他 都你说了算 林真也是开口说道 好 那就让他再蹦他一会儿 雷千有牙切齿地点了眼头 而后目光猙獰地望向林洞 袁苍面色默然地盯着林洞 旋即身形飘然而退 落到那巨石祭坛之上 他行事不惜赌博 虽说他并不太相信 林洞真有手段抗衡他们三人 不过却依然不想去冒纳一点险 所以他选择了暂时的暗奈杀心 只要等他将这分天阵法掌控 到时候林洞就算是有天大的底牌 也必然难逃一死 而随着园仓推入祭坛 那雷千与灵真则是悬浮天空 目光紧紧地将林洞给盯着 浑身有着澎湃原力涌动 显然是不想林洞出手干涉 想控制坟天阵吗 林洞望着那原仓的举动 倒也是猜出了他想要干什么 但出奇的是 其脸庞上竟然没有什么慌乱之色 那番模样 仿佛并不知道 一旦原仓成功控制了阵法后 他将会陷入何种困境一般 你可知道 让他控制了阵法之后的后果 林青竹轻蒙望着祭坛 淡淡地道 到时候 金如焚天谷藏的所有人的生死 都会掌控在他的一念之间 即便到时候 你能有什么手段脱身 但你们到宗弟子 恐怕一个都逃不出去 我知道 林洞笑笑 见到他这副模样 林青竹柳眉不由地皱了一下 那你还如此地平静 掌控了焚天阵 的确是能够掌控深处阵法之中的我们的生死 但关键是焚天阵 就这么容易被掌控吗 林洞轻声笑道 这里是焚天阵的中书所在 原仓他们必然是得到了一些信息 你就这么肯定 他无法成功 你打算用你们道宗的弟子生死来赌一次 林青竹道 这里的确是焚天阵的中书 林洞唇角 泛起一抹糊涂 悬迹他抬头 望着那赤红天空 喃喃道 看着吧 他成功不了的 林青竹轻皱带眉 但确实并没有在询问什么 偏过头 将视线望着那落在祭坛上的原仓 此时的后者不断地打出一道道浑厚园里光柱 最后灌注进入那巨石祭坛当中 而随着原仓的举动 这片巨石祭坛突然发出低沉的轰鸣之声 旋即那巨石竟是缓缓地蠕动起来 一波波强烈的光滑 不断地从祭坛当中释放出来 半空中的灵真雷千两人见状 眼中顿时有着起色涌动 看这情况 他们所得到的欣喜 似乎并没有出错 一道道光柱 从巨石祭坛之上报射而出 这些光柱交织在一起 仿佛是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光阵 林栋双眼微眯地望着那道奇异的光阵 光阵垂落而下 刚好是将那祭坛尽数的包裹 只不过这一幕 却是令得他眼角跳了一下 因为这光阵似乎并不像在保护着祭坛 反而更像是在镇压着祭坛 情况有些不对劲 林栋脚步退后了一些 来到林青竹的身旁 轻声道 林青竹此时的眼神 也是涌上了一些凝重 似乎是同样觉察到了一点什么 祭坛之上 云层眉头微皱地望着 这笼罩祭坛的光阵 旋即犹豫了一下 然后突然一掌拍在了那祭坛中央处的一根古老石柱之上 石柱应声爆炸而开 一道光柱顿时消散而去 紧接着那笼罩而下的光阵 也是突然地暗淡了许多 而就在那光阵变的暗淡时 突然那座祭坛狠狠地颤抖了一下 隐隐间周遭赤红的大地 似乎都是裂开了一些缝隙 怎么回事 半空中灵真两人也是惊疑地望着这一幕 这似乎并不像是掌控了阵法后会出现的事啊 祭坛上的圆仓面色微微变换了一下 旋即一咬牙 掌风接连拍出 将那些射出光柱的石柱尽数拍碎 一道道光柱迅速地消失 而那祭坛的颤抖也是越来越激烈 到的后来 那些裂开的裂缝中 隐隐间竟是有着黑色气息弥漫出来 林洞的眼瞳在望着这些黑色气息时 眼瞳突然紧缩 脸庞上也是有着一股骇然涌出来 这些气息它并不陌生 因为这几乎与大荒无碑之中 所镇压的那未知生物一模一样 这祭坛之下 镇压着那些诡异的未知生物 林洞深吸了一口凉气 虽说从这股气息来看 这里镇压的东西 并没有大荒无碑之中的那般恐怖 但也绝对不会是 它们能够应付的 这些是什么 林青竹也是发现了这些黑色气息 眼神一凝 问道 麻烦大了 林洞眼神阴沉 猛地抬头 望向祭坛之中的圆仓 立声道 你这蠢货 你这是在操控阵法吗 你先把祭坛下面的 镇压的东西释放出来不成 灵真雷千两人的面色 也是有些阴沉的 望着那些地面上 升腾起来的诡异黑气 这一幕似乎的确不像是阵法 被操控后会出现的 这事还轮不到你来管 云苍眼神阴冷 旋即他望着面前那最后一根石柱 眼中闪过一抹忧郁之色 但最终还是猛的一咬牙 狠狠地将其一掌拍碎 随着最后一道光柱的消失 那笼罩祭坛的光阵顿时消散而去 而同时那颤抖的祭坛 竟也是停止了下来 望着祭坛停止异动 那圆仓三人皆是松了一口气 然而 就在这口气刚刚吐出时 他们猛地感觉到 一股极端狂暴阴冷的波动 突然自祭坛之下涌现 最后疯狂地冲了出去 巨石祭坛在此刻尽数地暴力而开 碎石爆射 滔天的黑雾也是从那地底席卷而出 顿时一种无法形容的邪恶阴冷 弥漫天底 这三个王八蛋 灵动面色难看的望着 那冲破大地的邪恶黑雾 顿时忍不住地骂出声来 这三个混账东西 竟然把镇压在这祭坛之底的东西 给释放了出来 武动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武动乾坤第七百八十二章 第七百八十二章 顶炉 滔天的黑雾自祭坛之底席卷而出 最后弥漫开来 一种异常诡异的邪恶阴冷 也是随时散开 这些是什么 灵清主眼神凝重地望着 那弥漫开来的黑雾 其中那种邪恶阴冷 连他的脸色都是忍不住的有些变换 那种邪恶是他从来都没有遇见过的 他也曾经知道 一些独特的修炼之法会产生类似的波动 但那与这相比却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这种波动犹如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并且试图将任何的生灵都设底的亲事抹除一般 远古天地大战的罪魁祸首 看样子似乎当年没有被清理干净 这家伙被封印在这里 如今却是趁机逃了出来 林栋眼神阴沉说道 天地大战的罪魁祸首 林青竹戴眉微皱 旋即轻声道 现在怎么办 林栋苦笑了一声 他怎么知道怎么办 这种东西可不是他们能够应付的 他们想干什么 苦笑中 林栋却是突然听到林青竹惊讶的声音 当即急忙抬头 然后便是见到 那原仓三人 竟是对着那滔天黑物靠近而去 而伴随着接近 盘博的原理 也是猛然的自他们的体内席卷而出 然后化为光木 称三角形之状 对着那黑物笼罩而去 看这模样 他们竟然是想捕获那黑物生物 白痴 林栋见到这一幕 面色顿时聚变起来 直接是一把抓住林青竹如玉的浩腕 身形突然暴退 而在林栋两人身形暴退时 天空上那三角光木 亦是重重地轰在了那滔天黑物之上 呵呵呵 哪一般的东西 也敢对本将出手 果然是卑微的生物 黑物涌动 一道异常刺耳邪恶的怪笑之声 顿时传出 旋即黑物席卷而出 那三道蕴含着浑厚原力的光木 在一接触到黑物时 便是呲呲的消散而去 根本未能形成丝毫的阻拦 那原仓三人见到攻击 竟然对着诡异黑物完全没有效果 面色也是有些变化 旋即身形急忙倒射而出 而在他们倒射而出时 那黑物生物之中 顿时有着由黑物凝聚而成的大手 对着他们三人爆抓而去 三人见状 磅礴原力急忙地呼啸而出 但他们的攻击 在一接触到那黑物大手 便是自动地被侵蚀烟灭 那模样竟然是完全没有半点的效果 推到远处的林栋 面色冷漠地望着 那在黑物生物的攻击下 显得有些狼狈的三人 这三个家伙 搞成这样 完全是咎有自取 手放开一下 而在林栋面色冷漠间 身旁突然传来淡淡的轻声 前者这才发现 此时林青竹的浩腕 还被他紧握着 当即轻咳了一声 随意地松手放开 那东西似乎很难对付 林青竹御手 轻轻摸了摸 被林栋抓红的地方 声音依旧清冷 只是在说着话时 那视线却是不再扫向林栋 语气之中 有着一丝细微的波动 林栋微微点头 旋即眉头紧皱 虽然现在看见原藏三人 那被黑物 逼得狼狈不堪挺爽的 但他知道 如果等着东西回过神来的时候 必然连他们 甚至困在这里的所有人 都不会放过 到时候 凭借他们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阻拦这东西 嗯 眉头紧皱的林栋 眼神突然一凝 猛地抬头 望向那片赤红的天空 那里突然间 有着一股极为强烈的波动传开 见到林栋的举止 灵青栋也是抬头 望向那片赤红天空 轻声道 那里有动静 而就在他的声音刚刚落下时 突然间 一道极端悠长的中隐之声 从那赤红天空之上 扩散而下 钟声响起 一股赤红的涟漪 顿时 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 从那摇摇天空之上 席卷而下 而随着这股涟漪的扩散 林栋顿时发现 这片空间的扭曲 竟也是开始消散而去 再接着 林栋顿时觉察到 这片空间之中 猛地多出了无数道 强弱不一的气息 阵法似乎解除了 灵青栋道 显然他也是觉察到了 那些气息的出现 这些气息 应该都是一同闯入 坟天骨葬的人 林栋点点头 视线却是 自自地盯着天空 那里的空间 便是波动扭曲 最后 隐隐间 仿佛形成了一座 庞大的 无法形容的 巨型顶炉 而他们 好像便是处于 这顶炉之中 看来 他们并非是 被困在什么 坟天镇中 而是被困在了 这东西的肚子里 林栋指了指 那出现在 扭曲空间之中的 巨型顶炉 旋即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 有些震撼 他们闯进的 坟天骨葬 竟然是 一座顶炉 这应该是一件 极为强大的 纯元之宝 林青竹 眼神凝重地望着 那空间处的 顶炉内壁 轻声道 林栋眼神凝了一下 他见过 映欢欢手中的 天荒琴 威力 的确是 极为强大 但比起眼前 这座仿佛自成空间 能够将它们进入 吞进肚子之中的顶炉 显然更为强悍 这等宝贝 想来就算是 成员之宝中 也足以算得上是 上等之物吧 此时 那庞大的 笼罩了整个 空间的顶炉之中 突然有着 滔天的赤红光芒 席卷而下 而且那涌来的方向 正是他们 所在的地方 赤红光芒 在席卷而来时 直接是在天空上 演变成了一个 极为庞大的光阵 寻起光芒席卷而下 将那黑色生物 笼罩在了其中 黑物撞击在那光阵之上 此时确实在没有了 先前那种 视如破竹的感觉 不过那等距离 依然还是将光阵 震得不断地颤抖 这顶炉 似乎 有人操控 见到这一幕 临动眼中 不由得略够一门金色 道 灵青竹微微点头 眼中满是惊讶之色 想来这一幕幕的奇特局面 就连他 都是很难再保持 清冷姿态 该死的分天老鬼 死了 都这么阴魂不散 那黑物生物 疯狂地撞击着光阵 刺耳的声音 在这片天地间 红隆隆地扩散而开 那光阵 似乎也顶不住太久了 临动望着 那的撞击中 越来越摇晃的光阵 心头也是不由地 跳动了一下 如今阵法被迫 如果再让这家伙脱困的话 朕不知道 要死多少人 而就在临动心中担忧间 那天空上 一道赤红波动 突然席卷而来 这道波动 任由那股空间排斥力 将它挤入身后的扭曲的空间 而后眼前的视线 也是迅速黑暗 这种黑暗并没有持续太久 然后临动便是感觉到 赤红光剑射进了眼中 眼前的视线迅速恢复 而再度出现的景象 也不再是那片赤红大地 而是一片赤红群山 此时在这片群山的上空 一座大约数百丈庞大的赤红顶炉 正静静地处理 一波波炙热的波动 渊源不断地自其中释放出来 临动望着 这座悬浮天地间的赤红顶炉 也是轻吐了一口气 他知道 先前他们被困住的地方 应该便是眼前 这座顶炉的肚子当中了 五栋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五栋乾坤第783章 第783章 赤袍人 赤红的群山 有着火热的气息生腾起来 远远看去 犹如燃烧的山峰 极为的耀眼 而此时 临动的目光 则是死死的盯着 那些山峰上空 矗立的庞大顶炉 顶炉呈现赤红之色 在其表面 弥漫着火焰的温落 一种炙热的波动散发出来 犹如要这样的天空 都是焚烧带信一般 显然这座顶炉 便是先前临动他们 被困住的地方 在临动出现在 这片群山之后不久 不远处 灵青植物 以及园仓三人 也是迅速地浮现出来 再紧接着 这片天地的空间迅速扭曲 一道道身影 开始密密麻麻地 被扭曲的空间吐出来 短短数分钟的时间 这片安静的群山上空 便是被人海所弥漫 而伴随着 这般数量的人海一出现 此处顿时变得喧闹起来 不少人目光警惕地在四处打量着 一些人身体上还有着血迹存在 看这模样 显然是在分天阵中过得不轻松 灵动 漫天人影中 突然有着惊喜的声音传来 灵动偏头 然后便是见到了 大批身影 对着他闪略而来 那领头者 正是硬笑笑 硬欢欢 亡言三人 你们没事吧 见到三人安然无恙 灵动也是松了一口气 连忙问道 没想到这分天骨葬太过诡异 硬笑笑摇摇头 脸颊上有着凝重之色 显然也是尝到了一些分天阵的厉害 灵动哥 又是一道少女欣喜的娇声 从远处响起 寻见灵动便是见到 青坛与陈奎 也是从远处掠了过来 见到掠来的两人 灵动这才彻底地放下心中大石 还好 众人都没有出事 此时的天空一片混乱 各方势力人马都是赶忙地汇聚着 一时间嘈杂的喧哗之声 几乎要将这片天空给掀翻了去 小心一些 灵动望着这片混乱的天空 然后视线投下那巨大顶炉 轻声道 这顶炉虽然说是宝贝 但他却是不认为光凭他 就能够镇得住那未知的生物 待一会儿若是出现了情况的话 立刻离开 灵动提醒道 这坟天骨葬根本不像众人所知道的那般拥有着诸多宝贝 反而是有着一尊催人命的羞弩魔神 硬笑笑等人望着灵动这凝重的面色略微有些不解 但还是点了眼头 灵动你看那里 一旁硬欢欢突然抿了抿嘴 迁徙的玉尺指向了这片群山当中最为巍峨的一座山峰 在那山峰之上甚至有着岩浆流下 依然是一座极为活跃的火山 嗯 灵动双目为咪 视线顺着硬欢欢所指出望去 片刻后 其眼神猛的一凝 他在那山顶的岩浆当中 似乎见到了一座盘坐的人影 这里竟然有人 灵动面色变了变 凝神望去 发现那道人影极为的苦手 身体之上套着一件赤红的袍服 而且从他的身体之上 灵动感觉不到丝毫的生气 这似乎是一具枯湿 死的 灵动眉头微皱 难难倒 不是 硬欢欢微微摇头 大眼睛当中 闪过一抹冰蓝色的色彩 他轻声道 他似乎还算活着 还算活着 灵动显然是因为硬欢欢 这奇怪的回答愣了一下 死便是死了 活便是活了 什么叫做还算活着 我也不知道 但总能感觉到 他的生机似乎并没有彻底的消失 而且他的气息 有点 熟悉 硬欢欢皱着浅眉想了想 说道 最后一句话 他几乎是 呢喃着说出来 旁人都未曾能够听清楚 但灵动 却是听见了一些 灯进瞳孔 便是微微缩了一下 硬欢欢自然是不可能 真的见过 那盘坐在岩浆之中的士袍人 但这却并不能说 他轮回之前的那身份的主人 也未曾见过 那种所谓的熟悉感觉 很有可能是 隐欢欢轮回之前的身份 所给予他的 轮回之前 见过此人吗 而就在灵动目光 停留在那山峰岩浆之中的人影时 突然那天空之上的顶炉 猛的颤抖了一下 一道撞击般的巨响声 猛然的传荡开来 嘿嘿 焚天老鬼 你这破顶 可还镇不住奔将 而在那赤红顶炉颤抖间 突然有着滔天的黑色气雾 从其中蔓延而出 一道刺耳的大笑声 也是泛着无尽的阴森 席卷在了这群山当中 黑雾在顶炉之外凝聚 隐隐间 有着星红的光芒在其中闪烁 犹如恶魔之眼 所望之处 令人恐惧 这么多蝼蚁 星红光芒扫向这漫天人影 旋即阴森之声 自那黑雾之中传出 吓一霎 突然有着无数道 黑色光线爆射而出 黑色光线 快若闪电般得 动传一些来不及躲避的人 接着众人便是惊骇地见到 那些被击中的人 身体竟是逐渐地枯萎下来 最后甚至连骨头都不剩下 化为灰烬 消散而开 整个天空瞬间混乱起来 所有人的脸庞上 都是有着惊骇之色涌现 快走 林栋深吸了一口气 旋即沉声道 这从远古活下来的未知生物 显然不是他们这些人 能够抗衡的 留下来也是自寻死路 应笑须等人文言 也是赶忙点头 从那黑雾生物之上 他们同样是感觉到了 浓浓的危险味道 林栋等人迅速后退 一道道黑色光线 从他们四周掠过 凡是被击中者 几乎无人能够有所抵御 直接是尽数地化为灰烬 一时间这片天空灰烬飘落 犹如一场灰色暴雨 林栋站在队伍的最后 目光极为警惕地望着 那些铺天盖地射过来的 黑色光线 下一霎 其瞳孔突然一缩 一道黑色光线 终于是找准了目标 笔直地对着它 抱射而来 望着那暴流而来的黑色光线 林栋眼神也是变得凝重 一忐忑起来 因为就连他也是没把握 将这种蕴含着极为诡异能量的攻击 接下来 不过这个时候 再如何忐忑 他都没有办法退缩 因为在其后面便是轻弹 硬欢欢等人 林栋深吸了一口气 彭博原力呼啸而出 然而 就在他刚欲动手阻拦 一道倩影 却是掀他一步 站在了他的面前 那跳动的乌黑马尾 正是硬欢欢 林栋显然是被硬欢欢 这举动吓得不轻 刚欲喝斥 后者已是摇了摇头 轻声道 你拦不住这种攻击的 听得此话 林栋争了一下 倒不是因为这番话 而是因为硬欢欢的声音中 多了一些深入骨髓的含义 这些含义并非是他自身所带 黑色光线闪电而至 硬欢欢那大眼睛当中 也是逐渐的 有着冰蓝色的色彩涌出来 在其身后的林栋能够见到 他那乌黑的头发 竟是有着开始转变成 唯一冰蓝之色的迹象 林栋眼神为此凝了凝 旋即手掌一握 黑色树干便是闪见出来 显然是打算情况不对 便立刻动手 这个时候 已是没办法再管究竟能不能 挡下这种诡异的黑色光线了 黑色光线在下一刹那 终是暴流而来 而后在林栋等人眼瞳当中 释放着死亡的波动 而就在黑色光线 即将击中映昏昏的那一瞬 远处那座山峰之顶 岩浆当中盘坐的赤袍人影 双目猛地睁开 那深陷的眼眶当中 有着一抹光泽涌现 丙 丙主 赤袍人影抬头 视线透过空间 最终是停留在了 硬欢欢的身上 一道异常茫然与沙哑的声音 透着古老的味道 缓缓地传出 五栋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五栋乾坤 第七百八十四章 第七百八十四章 赤袍对黑雾 黑色光线突然而至 一股可怕的死亡味道 从中蔓延而出 那一刹 就连灵动的面色 都是有些巨变 这种攻击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 抵挡下来的 硬欢欢轻咬着银牙 玉手落在天皇琴之上 然而 就在他准备阻拦之时 面前的空间突然扭曲起来 然后 一道身着赤袍的人影 便是极为突兀地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手掌反握 直接是生生地 将那道黑光捏碎而去 都如其来的变故 让得林洞等人 都是愣了一下 旋即 目光望向 那赤袍人有 当即眼瞳 便是微缩了一下 因为他发现 此人竟然便是 那盘坐在 岩浆之中的赤袍人 竟然 真是活的 林洞手中 冒出一些冷汗 对于这些老怪物 就算是他 也不得不格外的忌惮 赤袍人挡去黑光 那对深陷的眼眶 却是停留在了 硬欢欢的身上 他那干枯的面容上 似是闪过一股 有些茫然的思索之色 许久之后 嘴唇动了动 但却是并没有声音传出 硬欢欢大眼睛 奇怪地望着眼前 出手相助的赤袍人 但出奇的是 在面对着 这种来历不明的 远古人物时 他心中 却是并没有半思的惧怕 而在他与赤袍人对视时 林洞却是伸手 一把将硬欢欢 给拉到了身后 手掌握了握黑色树干 眼神警惕 玄机抱拳道 这位前辈 我们无意惊扰 这便速速离去 伴随着如此近距离的 与赤袍人接触 林洞也是能够感觉到 后者的细细 似乎相当古怪 那种感觉 并不像是一个活人 反而更像是一种 半死之人 如同一种 更为另类的模式 只不过现在的他 似乎还有着一些智慧存在 半死半活的诡异状态 赤袍人仿佛并没有 听见林洞的话 他的视线 只是停留在 硬欢欢的身上 而见到他这模样 硬笑笑等人 也是紧张起来 原力悄然涌动 而在他们紧张间 那赤袍人 突然对着硬欢欢 微微弯身 然后也没有说话 便是转身 凌空踏步 走向那天空肆虐的 黑雾生物 硬笑笑等人 错愕地望着这一幕 最后看了看 也是一脸疑惑的 硬欢欢 显然并不明白 为何那赤袍人 会如此的对待后者 林洞握紧的拳头 微微松了松 看来这赤袍人 应该是知道了 硬欢欢 轮回之前的身份 而且看这模样 硬欢欢轮回之前 应该在这天地之间 地位不低 不然的话 不会连这已经处于 半死半活的赤袍人 都还能够对他 保持一些尊敬 他要干什么 王爷望着走向天空上 黑雾生物的赤袍人 不由地问道 林洞也是望着这一幕 看这情况 这赤袍人 似乎是要对黑雾生物 出手了 而在林洞等人注目时 天空上 突然有着浩荡 如火海般的原理 从那赤袍人体内 席卷而出 然后直接是 形成了巨大的火木 将那黑雾生物 笼罩在其中 黑色光束 重重地轰击在火木上 但却是再难以 去到先前那种 无人可阻的奇效 反而是被那生腾的火焰 尽数地焚烧而去 发出 呲呲的声响 焚天老鬼 这么多年不见 你竟然变成了 这副生不生 死不死的模样 呵呵 看来你是赌轮回节 失败了 漫天黑雾涌动 那星红光柱 直接是锁定了 踏空而来的赤袍人 尖声笑道 我这样的活着 是为了镇压你 赤袍人抬头 那原本茫然的双母中 却是在此刻 有了锐利光芒凝聚 沙哑的声音 缓缓响起 镇压稳将 呵呵 你们这些卑微生我 当年若不是那家伙燃烧轮回 封锁未免裂缝 你们这世界 烟还能存 黑雾蠕动 尖利的声音不断地传出 但最终 还是我们赢了 这一次 我依然会将你镇压 赤袍人 语气沙哑 旋即 其手掌一招 天空上 悬浮的巨大顶炉 突然呼啸而下 顶炉之口 有着滔天火焰 喷射而出 最后对着那黑雾生物 席卷而去 呵呵 你们这些 孱弱的生灵 也敢 妄言镇压本将 黑雾也是在此刻 暴涌而出 直接是化为一道 天杖庞大的巨手 一瓦便是将那 喷波而来的火焰之柱 生生拍散而去 无数到数百丈 庞大的火柱 在此刻源源不断地 自顶炉之中 暴射而出 光线流动 迅速地化为一个 滔天光阵 然后直接是 将那黑雾生物 笼罩而去 磨吞世界 望着那笼罩而来的 巨型火阵 那黑雾之中的 星空光芒 也是急速地闪烁着 显然同样是 觉察到了一些危险 最后滔天黑气弥漫 一种无法形容的 阴冷邪恶 自其中散发而开 在那黑雾的侵蚀下 这里的空间 都是出现了崩溃 火阵与黑气 最终狠狠地 轰击在了一起 顿时整个天地 仿佛都是在此刻 剧烈地颤抖起来 火蛇 以及黑芒 疯狂地席卷开来 周围的数座山峰 在一被接触到时 便是生生地 被夷为平地 那番破坏力 堪称 惊天动地 一只黑暗大手 突然地爆红而出 然后重重地拍在 那赤红顶炉之上 巨声响起 庞大的顶炉 便是倒飞而出 轰隆隆地落地 直接是在地面上 砸出了一个 千丈庞大的巨坑 呵呵 你这破顶 比起以前 好像变弱了 一掌拍飞 那赤红顶炉 黑舞当中 有着得意的 尖笑之声传出 是吗 赤袍人沙哑自语 那深陷眼眶中 有着赤红光芒涌动 下一霞 他手让一招 只见得那顶炉当中 突然有着八道 赤红光芒射出 这些光芒在天空凝聚 最后化为了 八道赤红光牌 当林栋的视线 在见到 这八道赤红光牌时 眼神顿时凝了一下 因为他发现 他之前所得到的 赤红光牌 竟然是与其一模一样 光牌射出 最后悬浮在了 这片天地间 八道极为庞大的 火山上空 而后 火山颤抖 喉咙间 滔天岩浆喷射而出 最后在天空上 形成了八座 最大岩浆之门 八座岩浆之门 在天空悬浮 最后组成了一道 可怕的阵法 但这道阵法 在东北处 却是少了一脚 显然并不完整 所有人 都离开此地 漫天岩浆飞舞 此时连空气 都是变得极端炙热起来 一些人身体 也是逐渐地滚烫起来 而此时 那赤炮人 沙哑的声音 也是随着传出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那周遭空间 顿时蠕动起来 化为一些空间漩涡 快走 见到那空间漩涡出现 这便天空无数人 顿时蜂拥逃窜 这种层次的战斗 他们只要稍微沾上一点 便是必死无疑 这个时候 显然是没有什么心思 在想什么骨葬宝贝了 你们也走 林栋偏头 对着硬欢欢等人沉声道 硬欢欢 硬欢欢似是听出了 林栋想要留下来的意思 急忙道 放心 我没有事 等我出去找你们 林栋迅速地说了一声 然后他的目光 便是突然缩了一下 因为他见到 那原仓三人竟是偷偷地掠出 然后对着那处落在地面上的赤红顶炉 飞了过去 这三个家伙 竟然是想要把那顶炉偷走 硬笑笑也是见到了原仓三人举动 面色微变了一下 他们都见识过先前那顶炉的围理 如果这东西被原仓他们得到的话 那对于他们而言 则是相当的危险 不过此时他也是知道 留下来似乎帮不了什么忙 所以倒也是果断 直接拉着硬欢欢等人 迅速地掠进了那空间漩涡 见到硬笑笑等人撤离 林栋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目光阴沉地转过视线 这三个家伙捅出了这么大篓子 还想来抢宝贝 倒也是太无耻了一些 这顶炉说什么都不能落到他们手中 武动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武动乾坤第785章 第785章 镇压 此时的这片群山天空 显然是变得极为混乱 一到的空间漩涡在天空成形 最后便是有着不少人 蜂拥而尽 想要逃离此地 而再排除了这些试图逃离者 却依旧是有着一些人 并没有慌乱的行动 而他们的目光 大多都是投向了 那落在地面上的巨大顶炉 眼中皆是有着浓浓的贪婪之色闪烁着 先前那赤袍人 凭借着顶炉发动的可怕攻势 他们也是看在眼中 这东西必然是一件 威力极强的纯元之宝 若是能够将其获得 必然能够令得本身实力保障起来 半空中破风声响起 一些人影已是安安不住心中的贪婪 率先略向那赤红顶炉 试图出手 林栋望着这一幕 眉头微皱了一下 但却是并没有急着出手 那赤红顶炉固然是起宝 但若是如此容易就能够得手的话 未免也太滑稽了一些 而且眼下那赤袍人 才是顶炉的主人 虽然他还在与那黑物生物激动 但只要心身随意移动 便是能够让这些贪婪的家伙 施不了兜着走 你竟然还不走 一道窃影从不远处略来 而后看了林栋一眼 略显差异地问道 你不是也没走吗 林栋冲着灵青竹笑了笑 道 我倒不想贪图那只顶炉 只想看看这里的战况 灵青竹淡淡地倒 旋即其毛子望向远处大战的地方 若是让这些东西逃了出去 恐怕会有不小的麻烦 他虽然并不知道这黑物生物究竟是什么 但从那种波动来看 显然不是善良之物 若是让其脱离封印逃离 他们这些进入一魔狱的人 恐怕都是凶多吉少 林栋冲微微点头 他清楚 如果这些东西不是那种必出不可的 想来那些远古天地的强者也不会尽数汇聚到一起来抵抗 心中闪动着念头 林栋的视线也是转向天空的另外一侧 那里八座岩浆巨门已是形成阵法 赤红的岩浆扑天盖地的弥漫而出 形成岩浆之墓从天际倾泻下来 那一幕壮观无比 而面对着这些岩浆巨门的封锁 那黑雾生物也是开始激烈地反抗着 一波波滔天黑雾席卷而出 无尽的阴冷不断地将那些炙热岩浆侵蚀消散 不过我看情况 那些黑雾生物显然也是极为的忌惮这岩浆巨门 宫室间显然变得吃力了不少 那种尖锐的嚎笑也是再没有了发出来 赤袍人悬浮在那八座岩浆巨门之间 凌厉的眼神缩定着下方翻腾的黑雾 但其面色却是并不轻松 其目光更是时不时地扫向那大阵缺小的地方 眼中有着一丝但不可插的忧虑之色 另外一边石树道身影 一时略至那落地的赤虹顶路周围 然而还不带他们动手 便是有着磅礴禁风席卷而来 直接是将他们尽数地震飞而去 袁沧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这东西可不是你们原门的 那被震飞的石树人震怒的目光 顺着那进风传来的方向望去 然后面色便是一变 力声喝倒 哼 以前不是 现在是了 雷千冷笑道 诸位还是速速离开吧 免得惹祸上身 灵真微笑着劝道 动手 隔绝顶路 与那赤虹人的联系 他正在与那东西纠缠 应该脱不了身 我们夺了顶路便走 圆仓淡漠地瞥了一眼 然后视线转向那赤虹顶路 眼中有着难掩的 炙热涌动 雷千两人文言 也是急忙点头 三人手掌一抛 便是有着三道 类似号角般的东西飞出 然后化为光幕延伸开来 将整个赤虹顶路 都是包裹了进去 而那光幕之上 隐隐地有着音波扩散 想来这号角般的东西 应该也是灵宝之类 光幕笼罩顶炉 顶炉之上闪烁的光泽 顿时暗淡了一些 仿佛被隔绝了一些联系 搬走 圆仓三人见状 顿时一喜 就与直接地 将着顶路搬走 而就在 他们就与动手的那一煞 远处深处 沿江巨门之前的赤袍人 干枯的面色 突然变了一下 视线突然爆射而去 孙继其眼中 便是有着怒火涌动 而就在那赤袍人 心神为之一分时 下方那原本卷缩的黑雾 突然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出 而且这一次 黑雾生物显然是收拾了攻击 疯狂地对着大阵的一脚 攻击而去 而那里正是大阵缺脚之处 那赤袍人见到这一幕 面色顿时俱变 手掌一握 八座岩浆之门之中 顿时有着可怕的岩浆光柱 喷射而出 交叉着 狠狠地射向 哪团黑雾 光柱重重地将黑雾轰重 那其中也是立刻的 有着七粒之声传出 但那黑雾生物 确实并没有因此后退 反而是拼着挨了重击 冲进大阵缺脚 只要冲出这阵法 它方才能够真正自由 赤袍人望着 那拼命要冲出阵法的黑雾生物 也是急忙地调动攻击 拼命阻拦 他也明白 若是任由他逃出阵法的话 就算是他 也无法再将其困住 狂暴的攻击 尽数地在滔天黑雾之中爆裂 但那黑雾 却依然是在迅速地接近着 那阵法缺脚处 呵呵 分天老鬼 你这岩浆火门阵 似乎少了一封阵门呢 呵呵呵 看来本将脱困 乃是大势所趋啊 伴随着黑雾距阵法缺脚越来越近 那黑雾之中 也是再度地有着尖锐之声传出 赤袍人干枯的脸庞抽搐了一下 心身一动 就与分心催动顶炉 但那远处 地面上的顶炉 在抖动了几下后 竟是没有阻动飞来 在分心的状态下 他的操控 显然是被圆舱等人 那奇异的灵宝屏蔽了许多 这些混蛋 林栋望着这一幕 眼神也是有些阴沉 难道他们不知道 把这东西放出来 会有多大的麻烦吗 那黑雾要冲坡阵法了 一旁灵青竹突然到 其声音中 也是略微地多了一丝急促 林栋眼神闪烁 下一刻 猛得突然一步踏出 而后 其手掌一握 一枚赤红光牌 便是在灵青竹错的目光中浮现出来 旋即手掌一抖 那光牌便是呼啸而出 前辈 听得林栋的和声 那赤袍人心头一动 然后便是见到 那暴流而来的赤红光牌 当即那干枯的脸皮上 便是有着一抹 欣喜之色涌现 缺失的阵门 竟然你得到了 赤袍人远远地看了林栋一眼 然后袖袍回洞 那道光牌便是悬浮在了 最后一座火山之上 当即一座岩浆巨门 再度凝聚 彻彻底底地 将这大阵构建完整 就在那最后一座岩浆大门成形时 突然这片天地 仿佛也是突然间赤红 滔天岩浆喷射出来 直接是在大阵的上方 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岩浆巨山 一种可怕的波动 疯狂地席卷而出 看来连老天都不让你出去 赤袍人低头 望着那直接被岩浆巨门波动 逼回去的黑雾生物 干枯的脸庞上 终于是有着一抹 难看的笑容浮现出来 混账东西 被那极端支热的波动逼退 那黑雾生物当中 终于是有着暴怒的声音传出来 显然这突然间的变故 同样是让得他措手不及 哪个小子 黑雾之中 星红光芒远远地看了看 林洞所在的方向 隐隐间 有着咬牙切实的声音传出来 如今这阵法完整构成 那等力量 速以再度地将其镇压 这一次 你不会再有逃离的机会了 赤袍人居高临下地望着黑雾 沙哑的声音落下 旋即其袖袍挥动 那座岩浆大山 直接是呼啸而下 灯头便是对着那黑雾镇压而去 那黑雾生物奋力挣扎 但却是躺壁挡车 岩浆山峰坐落下来 直接是洪水空间 最后山峰的底部 射出无数道岩浆光线 犹如囚老 将那黑雾笼罩 最后扯向山峰底部 不要 在那凄厉的尖叫声中 岩浆巨山轰然落地 大地崩塌 最后岩浆迅速冷却 化为一座闪烁着 鸿芒的岩山 而那黑雾生物 则是再度地 被镇压在了旗下 林栋望着 那黑雾生物被镇压 也是松了一口气 目光一转 旋即眼神便是巨变 因为他见到 那圆苍散人 此刻竟然已经是 搬起了赤红的顶炉 然后对着一处空间 漩涡窜窜去 然而 就在林栋面色 为此而变化时 那赤袍人 也是转过身来 当即脸庞上 便是有着寒气 笼罩上来 五栋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五栋乾坤》 第七百八十六章 第七百八十六章 坟天 赤袍人干枯面皮 略带着一些寒气的望着 远处那带着赤红顶炉 就欲逃离这片空间的 袁苍三人 然后便是伸出手掌 猛然卧下 而随着其手掌的卧下 那远处的赤红顶炉 顿时剧烈的震动起来 一道恐怖的窝洞 释放而出 瞬间便是在 袁苍三人聚变的面色中 将那三道号角领导 声声的震碎而去 走 这般变化 令得袁苍眼瞳一缩 不过 他倒也是当机立断 竟也是没有半点反抗想法 一声礼合 身形便率先 对着那空间漩涡 爆射而去 而在其身后 面色难看的 雷千语灵真 也是急忙跟上 赤袍人身陷的眼中 掠过一道红光 袖袍一挥 那巨大的顶炉 便是腾飞而起 然后 一道火红光柱 瞬间喷射而出 在袁苍三人 即将闯进空间漩涡时 狠狠地轰了过去 狂暴地波动席卷三人 他们的面色 几乎是在刹那间 便是涌山一抹苍白 而后 一口鲜血喷出 更是害得 亡命皆冒 不敢逗留 借助者 纳过推力 极端狼狈地 窜进空间漩涡 然后消失不见 赤袍人一掌 撵走袁苍三人 玄机略显阴沉的目光 也是扫向了 其他那些 还逗留在此处的人 大袖一扇 狂风骤起 直接是将其余的全部人 都是生生地扇进了 空间漩涡里面去 林栋望着 那些被狼狈扇走的人 也是忍不住地咧咧嘴 玄机他便是见到 赤袍人的目光 对着他与灵青竹 投射了过来 晚辈这就 被那赤袍人盯着 林栋干咳了一声 刚欲了时地退走 前者却是缓缓开口 小辈 这次多谢你了 林栋愣了一下 循迹叹了叹手 说道 刚好是侥幸 获得了前辈的一块镇门 而且这东西 若是跑了出去 恐怕会引来不小的麻烦 你知道这东西 那赤袍人干枯的脸庞上 显然是有着一抹 惊讶之色闪过 曾经见过一道 自称为王的这东西 林栋说道 他所说的 自然是大荒乌碑之中 被镇压的那东西 王 然而 到听得这个名字时 那赤袍人的面色 顿时有些巨变 拳击其身性移动 直接是出现在了林栋面前 那对身陷的眼瞳 将后者紧紧盯住 片刻后 突然伸手 一把抓住了林栋的臂腕 林栋也是被他这举动惊了一下 不过 想想双方间的那巨大差距 又是强行的 让自己镇定下来 这种差距 不是什么手段 能够弥补的 赤袍人抓住林栋手臂 旋即他目光也是迅速地闪烁起来 好半晌后 方才缓缓地松手 他盯着林栋 嘴唇蠕动着 又这仅仅林栋能够听见的声音 传进了其脑中 没想到 你竟然身怀吞噬祖符和祖石 林栋心中微微转了一下 吞噬祖符能被这赤袍人探测出来 他倒是不奇怪 但那所谓的祖石 难道是说石符吗 前辈 祖石 有什么作用 林栋犹豫了一下 以原力包裹的声音 传向赤袍人 赤袍人沉眼了一下 目光突然看向了 一旁的灵青竹 后者见状 轻膜之中 顿时有着警惕之色涌现 全继 也不带前者说话 身形便是 飘然后退 我在这四处看看 望着飘然而去的林青竹 林栋的面色 忍不住的有些奇怪 因为他想起了五年之前 在拿大爷盲朝的古墓当中 他们那荒唐事 也是因为这一个 死了许久的涅槃靖枪者 所促成的 看这情况 林青竹显然 也是有着一些 一招被蛇咬 三年怕警绳的想法 见到林青竹远去 那赤袍人身形一动 落至先前岩浆山峰 所画的岩石上 而林栋也是迅速地 跟了上去 趁我现在还有灵智 便告诉你一些 赤袍人席地盘坐 声音沙哑 前辈的灵智 不能一直保持吗 林栋正我没问到 严格说来 我早便是陨落了 只不过使用一些手段 护住了一些生气 从而变成了 这般活死人的模样 不过如今这东西 也被再度镇压 我或许不久后 灵智也会开始消散 以后你若是再来此处的话 或许便是只能见到一具 凭借着本能 守护着这座阎山的傀儡 士袍人与其平淡 仿佛无惧了生死 林栋有些肃然起敬 这些远古的天地强者 这份胸怀值得他钦佩 等遇见真正的危难时 总共会有人放弃诸多芥蒂 那场天地之战 整个世界都是差点被毁 最后还是祖父大人 轮回破世 最终拯救了这天地 赤袍人脸庞上 浮现一抹难看的笑容 道 祖父 林栋微微正了一下 这是什么人 竟然是能够让得这位赤袍人 如此尊宠 他是这个天地的拯救者 如果不是最后他燃烧轮回 以生命为代价 封锁未免裂缝 或许那天地之战 还将会持续无数年 赤袍人但笑道 而你手中的祖石 便是祖父大人所留之物 哦 林栋有些动容 虽然料到这石伏来历不凡 但还是没想到 他竟然会是那位 远古天地大战之中的领袖 福祖所留 祖石在天地之战时 连锋三亡 但最终也被重创 如今应是休眠状态 至于能否将其唤醒 还是得看你的机缘 赤袍人缓缓地盗 林栋点链头 当年那场天地大战 说到底并不算赢 只能说是以惨烈为代价 保持我们这片天地 这些一模是不会死心的 或许雨后还会有着大战爆发 但那时候就都靠你们的力量了 赤袍人沙哑地道 林栋默然 这种东西对于现在的他而言 似乎还太早了一些 相见世缘 既然你获得了祖石 或许也是祖父大人 冥冥中对你的选择吧 不久后 我便是会失去灵智 我的一些东西 或许可以给你 赤袍人手掌一招 那数百丈庞大的赤红顶炉 便是飞速缩小 最后化为巴掌大小 落在其手中 这是坟天顶 我的本名元宝 不过以后 我怕也是用不上了 虽然以你现在的实力 还无法彻底地催动它 不过也算是一件利器了 望着那缓缓飘落在 面前的赤红顶炉 林栋愣了一下 玄机默默地点了眼头 也并没有过于焦躁 伸手小心翼翼地将其给接着 将顶炉给了林栋 赤袍人想了想 突然手掌探出 浓郁的生气 在其掌心凝聚 最后化为一枚 龙眼大小的纯白丹丸 丹丸之中 有着惊人的生气 散发出来 你将它炼化 应该能够 让得你实力提升不少 不过现在的你 无法彻底无法彻底炼化 大多的药力 会留在你的体内 想来对你 会有着不小的好处 林栋正正地望着赤袍人 随着这些生气 被挤压出来 他那原本本就干枯的面皮 更是变得灰白了许多 前辈 林栋抿着嘴唇 显然是有点无法成仇 这一道道重力 我相信 祖师的选择 赤袍人淡淡笑道 林栋沉默了一下 最终还是清净点头 恭敬的伸手 自拿赤袍人的手中 将那龙眼般的丹丸接过 丹丸入手 林栋顿时便是感觉到 体内原理奔腾呼啸起来 不知前辈明慧 林栋接过丹丸 弓声道 五名焚天 旁人倒是经常叫我 焚天老鬼 赤袍人吓道 焚天前辈重礼 晚辈铭记 林栋声音低沉地道 呵呵 倒是不用再计 知识老夫 强请你帮一个忙 赤袍人说道 前辈请说 你的那个朋友 请你好好照顾他 赤袍人杀呀地道 林栋目光闪了一下 便是明白 赤袍人所指 应该是硬欢欢了 前辈与他以前认识 林栋犹豫地问了一下 曾受大人指点 赤袍人笑了笑 继继继继续道 看来大人是成功地度了轮回 呵呵 真不愧是连辅祖大人 都是看重的弟子啊 林栋心头微震了一下 玄机 郑重地抱拳 前辈放心 我会守护着他的 那便谢谢了 赤袍人微笑 旋即他的神色涌上一抹带卷 双目也是缓缓地闭上 前辈 可还有能救你之法 林栋见到这一幕 顿时鸡猫问道 赤袍人眼神和善 他似是笑了笑 然后双目最终缓缓地完全闭上 而后一道沙哑声音 传进林栋耳中 等你误了轮回 再来此处吧 吴栋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吴栋乾坤 第七百八十七章 第七百八十七章 炼花 林栋眼神复杂的望者 那完全闭上眼睛 身体宛如雕像一般 盘坐的赤袍人 他能够感觉到 后者体内的生机 已是彻彻底底的完全断绝 现在的他 已是真正的死人 而或许不久后 他会再度地睁开眼睛 但那时候 他将会成为一具 因为心中执念 而守护着这里的傀儡 前辈重恩 林栋铭记在心 林栋身体笔直 然后恭恭敬敬地 对着眼前的赤袍人 行了一个礼 就算不说后者 给予他的诸多礼物 光是这种行止 就足以让他林栋钦佩 或许也只有这些 经历了远古天地大战的前辈们 方才能够拥有着 这般舍身成人的大意 林栋看了看手中 那龙眼般的丹丸 眼中闪过一抹沉吟之色 玄迹便是盘坐而下 如今这股脏中 倒也是安全 说起来 算是炼化丹丸的 最好的地方 便在此处 将其炼入体内吧 林栋略作思索 也就不再犹豫 将手中那龙眼丹丸 轻放入嘴 丹丸入嘴 林栋的面色 几乎是刹那时间 占红起来 他能够感觉到 一股异常磅礴的 浑厚原力 直接是自己体内 爆发而开 清光迅速地 从林栋体内涌出 然后他的身体 便是迅速地 开启为画龙状态 抵御者 那种磅礴原力的冲击 而在其体内 经脉骨骼之上 也是有着青色鳞片浮现 不断地强化着身体内部 不过饶是如此 林栋依然是能够感觉到 体内传出 阵阵抽搐的痛感 经脉甚至在那种波动之下 发出了 细胃的鸽之声 林栋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心肾一动 魔尸便是出现在身前 然后一道金光射出 钻进了林栋体内 这种时候 林栋显然不敢分离原神的力量 不然的话出了岔子 那下场可好不到哪里去 而随着那一道分离的原神回归 丹田之中 那道巴掌大小的原神虚影 也是凝实了一些 然后小手一招 吞噬祖父浮现出来 强恨的吞噬之力突然爆发 磅礴的原力 犹如奔腾的洪水 呼啸在林栋四肢的白骨 一股燥热生腾开来 犹如蒸汽一般 弥漫了林栋体内 这些奔腾的原力 在沿着经脉运转之后 最终灌入了丹田之内的吞噬祖父之内 而随着如此磅礴原力的涌入 那吞噬祖父所形成的黑洞 也是加坏了旋转 再接着 一滴滴异常精准的原力液体 自祖父之中涌出 最后尽数地滴落到了 那盘坐在龙原轮之上的原神虚影之上 精准的原力液体 一接触到原神虚影 便是散发出一些淡淡的白烟 旋即迅速地融入原神 而伴随着这道磅礴灌胶 那道巴扎大小的原神虚影 也是迅速地变得凝实了一些 同时 在原神凝实时 原神盘坐的那道龙原轮 也是散发着淡淡的金光 将一些洒落下来的液体吸收 顿时弯刀之处 变得更为的灵力锋利 而此时 在灵动体内的另外一处 一团白光不断地绽放着 温和的光芒 而这里便是那些 磅礴灌原力的源头 一股股惊人的原力 不断地从其中涌出来 犹如五指径一般 光团之内 则是一枚龙眼大小的乳白色丹丸 在其滴溜溜地旋转着 磅礴灌原力飞速涌出 这枚丹丸乃是分天凝聚了体内最后的生机所凝 虽说那时候的它体内生机已是不多 但凭借着它的实力 光是一丝对于现在的灵动而言 便是足以算得上磅礴如海 这颗丹丸之中所蕴含的原力 又是彻底地释放开来 想来就算是灵动修炼了青天画龙诀 那也足以把它称暴数次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 或许是分天老人故意所为 这丹丸对于灵动并没有丝毫排斥性 反而显得极为的温和 也没有狂暴释放原力 给灵动带来麻烦 这一点在灵动炼化它时 方才有所觉察 当即心中对那分天老人 再度多了一层感激 以后若是它真的能够踏入 那轮回的那种程度 定然会再度回到此处 试试能否将分天老人救醒 一口轻轻的喘气的声音 在灵动心中响起 而后它便是开始凝聚所有的心神 专注地吞噬着吸收着 那磅礴的原力 在这种无止境般的吞噬吸收下 丹田之中的那道原神的虚影 也是越发凝实 比起以往的那种漂浮 显然强了不少 在原神逐渐的凝实中 灵动同样也是能够感觉到 它的实力正在一种喜人的速度 迅猛地增长 而在它这般凝神修炼间 五天时间也是眨眼变过 阎山之上青年安静盘坐 隐隐间有着一股股 磅礴浑厚的波动 不断地从其体内扩散而开 将附近地面的碎石 都是震散而去 而此时在青年的面前 有着一名气质清凉的女子 此时那一对狭长的毛子 正静静地望着 那修炼之中的青年 那有着薄纱遮掩的脸颊上 有着一些莫名的情绪闪过 真是变了许多了呢 灵清竹喃喃自语 虽说往常对待林洞时 她依然是清清冷冷 但此时这无人之时 她却是暴露了一些心境 或许并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能对于一个占有了自己清白的男子 做到真正的清冷如糊 即便是灵清竹这种性子 灵清竹御手 轻轻摸了摸自己光洁如玉的脸颊 毛子中有着灰意的色彩 目光盯着眼前青年那张脸庞 那张五年之前 志弱但却显得异常执着的少年 与其奄奄地开始重合 现在的她不再是当年 那需要仰视着她 试图奔跑在强者道路之上的右郎 而是一头开始展翅高飞 并且最终会相撤天羽的苍蝇 当年的少年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对于这一幕 就连灵清竹的脸颊上 都是有这一抹淡笑浮现 因为她知道 这真的挺了不起的 就在灵清竹淡笑间 其脸颊突然一变 抬起头来 然后便是见到 眼前青年那紧闭的双目 不知何时睁开 并且将其给牢牢地叮嘱 两人视线对碰 灵清竹显然也是有些措手不及 进而直接是导致 她在面对着林栋突然睁开双目时 有点发愣 两人视线对碰 林栋的脸庞上突然掀起一抹笑容 玄机伸出手来 在灵清竹发愣间 将其的脸颊上的薄纱给扯了下来 薄纱滑落 一张美得惊心动魄的脸颊 便是倒射在了林栋的眼瞳 那凡倾国倾城之色 直接是令到林栋脸庞上 出现了一抹赞叹的惊艳之色 你 薄纱被扯 林清竹这才回过神来 那淡如湖泊般的双眸 终于是失去了淡然之色 开始涌上了一抹羞怒之色 急忙后退 真美 林栋抬头望着那在阳光照耀下 脸颊泛红的女子 这一刻不热尘埃的仙女 仿佛落了凡尘 越发的美丽动人 武栋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武栋乾坤 第七百八十八章 身材高挑女子 脸颊泛红 原本竟如琥珀般的双眸当中 此时却是充斥着羞怒 那番寒剑之警 动人心魄 林清竹羞恼的将林栋给盯着 显然是有些无法相信 后者竟然敢如此胆大 被林清竹这般盯着 林栋也是回过神来 心头不由得略显尴尬 先前一时手快 倒是没有过多的想什么 当他在把林清竹脸颊上的 薄纱扯下来时 方才明白自己干了什么 不过这种事 显然解释也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林栋只能甘笑一声 林清竹脸颊之上的羞怒 并没有持续太久 想来他定理 着实有些不凡 即便是这个时候 也是很快地稳定下情绪 毛子狠狠地刮了林栋一眼 然后再度取出薄纱 将那美得精心动魄般的脸颊 给遮掩住 下次再这样 你的手就别想要了 薄纱再度遮掩脸颊 林清竹看了林栋一眼 语气清冷地道 林栋咧嘴笑了笑 他明白 若是换做其他人这样 将林清竹的面纱扯下来 恐怕他立马就得拔剑砍人了 而眼下这番举止倒也是能够让得林栋知道 想来在他心中林栋的位置 应该与常人有着一些差距 当然这并不是说明林清竹便是喜欢上了他 林栋不傻 他明白自己的魅力可没那么可怕 而且他天赋固然不错 但真要是放在见惯了各类妖念天才的林清竹眼中 或许也算不得太过的出彩 这种差异有着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当年之时 或许在这之余 还有着一些林栋这些年的改变 也是令得林清竹有些诧异 望着林栋脸庞上的笑容 林清竹银牙微微咬了咬 甘雨说话 却是突然觉察到一股狂暴的波动 突然的自前者体内席卷而出 涅槃节 感受到这种并不陌生的波动 林清竹睁了一下 玄机目光奇特的看了林栋一眼 这家伙看来这五天时间的闭关 收获倒是不小 终于来了吗 当体内的波动传出时 林栋的脸庞上 也是有着一抹灿烂笑容涌现出来 旋即深吸一口气 再度闭目 星光在其体内表面不断地闪烁着 隐隐间有着低沉的闷响之声 从其底内传出 林栋此番闭目 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他便是在林清竹的注视下 睁开双眼 在其额头上 有着稀密的汗水渗透出来 搞定了 林栋冲着林清竹笑了笑 说道 林清竹淡淡地点了点头 毛子从林栋身上转移而开 心中倒是有着不小的惊异 这第八次的涅槃节说来绝对不算弱 即便是他当初度过时都是消耗了不少的时间 而且也绝对没有眼下林栋这般轻松 终于八元涅槃静了 林栋站起身来 拳头紧握 干涉体内那越发澎湃的力量 眼中有着难掩的欣喜之色 坟天给他留下的那生气丹丸 的确对他有着极大的匹 而且即便如今完成一次突破 但他依然还能够觉察到 那生气丹丸 依然还存留在他的身体当中 只不过那等磅礴之力 现在的他已是无法再吸收 看来此次坟天骨葬之行 大多好处都是被你得去了 林青柱毛子扫了一眼林栋 道 林栋文言倒也是忍不住的有些失效 想来也是 之前都说这些坟天骨葬之中的宝贝众多 但进来之后才知道这里不仅宝贝没有多少 反而还有着一个大麻烦 好不容易从坟天镇中逃出来 又是遇见了那被释放出来的黑五生物 一些倒霉的家伙更是为此付出了生命为代价 然而在付出了这么多代价后 最后所有人都是两手空空的狼狈逃离了此地 说起来似乎真的收获的也就林栋获得了一些 其他人皆是被搞得灰头土脸 我此次修炼了多久 林栋转头问道 五天 五天吗 林栋微微点头 视线看向林青竹笑道 你怎么不先离开 这五天时间 林青九显然一直都是在附近 而原本他也是可以早点离去的 继续去率领着九天太精工弟子 而不是白白地留在这里浪费时间 这里有不少远古遗留下来的东西 我想探测一下而已 林青竹视线转开 淡淡地道 这样啊 林栋笑了笑 倒也是没有深问什么 笑声落下 又是接了一句 谢了 虽然两人都没有说明 但林栋确实明白 林青竹会留下 倒也是有着一点 为其护法的意思 虽然在这里 已是不会再有任何的干扰 但他这举动 倒也是让林栋心头 有点暖意 林青竹不置可否 道 若是修炼完了 那便走吧 林栋点了点头 站起身来 玄机目光望着一旁 犹如石像般盘坐的坟天 再度恭敬地 对其弯身行了一个礼 坟天前辈 日后晚辈 若是能够达到 您所说的那一步 必定会回来将您救醒 声音落下 林栋也就不再有丝毫迟疑 转身掠出 然后对着远处天空 上还存在的空间漩涡飞去 林青竹看了一眼 失去了所有生机的坟天 眼中闪过一道 若有所思之色 选迹身性移动 跟上了前方的林栋 最后两人同时的掠进空间漩涡 迅速的消失不见 而随着两人的离开 这片赤红群山间 则是再度的变得寂静无声 苍凉与古老悄然的弥漫 最终笼罩了天与地 赤红盘地当中 一片空间蠕动着 玄机化为空间漩涡 而两道人影 也是一前一后的自其中飞旅而出 林栋悬浮半空 目光在这盆地之中扫过 原本这里的人山人海 此时也是尽数离去 放眼望去 人影寥寥 远没有了前些时间的 哪种火爆 看来人都走了 林栋望着这一幕 不由得笑道 嗯 这里距离离开一抹狱的地方 还有着半个多月的路程 想来各派弟子 都会再度开始历练吧 林青竹点了点头 道 你还不赶紧回去主持大局 林栋道 吴群有些统帅之能 暂时能够应付局面 苏柔实力也不弱 只要不遇见太大的麻烦 应该无妨 倒是你 你们道宗与原们恩怨极深 你也不怕你不在的时候 原仓对你们道宗出手 林青竹淡淡地道 想来青财和陈奎 应该也跟随着笑笑师姐他们 有陈奎在的话 那原仓会忌惮一些 在未到最后的时候 应该不会轻易出手 毕竟这一模一身处 也不算太平 万一倒霉地遇见那些 厉害的魔怪的话 他们也得头痛 林栋道 当然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得赶紧回队 林栋笑了笑 然后对着林青竹挥了挥手 一起走嘛 文言林青竹确实微微摇摇头 事先望向那一模一身处的另外一个方向 说道 你先走吧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办 那个方向是一模一厉害魔怪最多的地方 你去干什么 林栋望着林青竹视线所看的方向 眉头不由得一皱 问道 根据我翻越来的古迹得来的信息 在这一模一身处 有一座太清仙池 那是远古时期一位强者遗留下来的东西 林青竹愁愁了一下 方才又轻声道 我修炼了九天太清宫的九天仙诀 这般武学过于凌厉 以往修炼的时候 曾经出了岔子 伤及了筋脉肺腑 所以我需要太清仙池来疗伤 以及抵消九天仙诀带来的后遗阵 林栋愣了愣 显然是没有看出 林青竹体内竟然有伤 为什么不带上九天太清宫的弟子 那里可不好去 林栋皱眉道 正因为不好去 带上他们也是无用 反而带来无畏伤亡 林青竹淡淡地道 全记他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狱卒之下 青莲闪现 便在此分别吧 传颂阵处 我们再见 保重 声音落下 林青竹也再没有迟疑 身形直接是化为青光 略过天际 片刻后 青光猛然停顿 他错的卷头 然后便是见到 在其后方 身形消瘦的青年 却是紧随而来 那张年轻的脸庞上 有着灿烂的笑容浮现出来 让你一个女孩子 去闯那种地方 总觉得太没风度了点 所以一起吧 顺便给我一个 还人情的机会 青年望着林青竹 脸颊上的恶然 倒是颇为洒脱的 摊了摊手 这样的笑道 舞动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舞动乾坤 第七百八十九章 请不吝点赞订阅